8號風球了 大家在家裡記得玻璃貼膠紙 不用去超級市場搶賽 8號風球不會很久 講到市場 今天升了幾天 正常 因為低位都抽了1500-1600點 你說後市有沒有再升 我覺得最主要關鍵的因素 就是A股能否配合 因為如果港股升了千多點 要再上升 而A股不配合 真的比較難 反而A股今天的走勢不多對板 這方面要留意 如果A股再下跌一跌 有機會先回到24800 甚至24400也不定 但如果A股對板終於 黃金周後有一個好一點的升幅 港股就會跟進 現在影響A股最主要就是 一些國內的金融機構和民企 究竟設施萬鈕 那些錢銀刮割 究竟查成怎樣呢 這方面是國內股民比較關注 我想沒有分快會有結果 所以暫時來看 A股也是比較黏 港股反彈的形勢 我自己覺得之前的反彈已經完結了 接下來的調整未必太大 看著24400的位置 收不收得住 不要太冒進了 因為始終 中國現在打民企 和國營金融機構 那些問題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暫時很難給一個答案 所以港股可以跌得多 你就放下反彈 但是升了上去的話 高追就暫時變敏了 記哦